大新闻大新闻 这传说中的科尼赛和车子 夸夸面对镜头 把刚刚对我说的那话再说一遍 我又升级了一台新的车子 不不对 上一句 国内首次亮相 首次亮相的一台 后面这个是 后面这个老演员 这个有可能是比后面这个还要 那这样 你要先卖关子 那你能够先告诉我 这个是多少 两台法拉利的钱升级 光升级是这个钱 对 就他这个车子只能升级 对 只能升级 我今天有没有机会稍微开一下 可以 我等一下叫助理把钥匙给你 你说的 我带他们去接个车 可以 然后带他们一起看一下 这个国内首次亮相的神兽 OK 没问题 来 坐坐坐 兄弟们 今天又见世面的一天 快坐坐坐 我倒要看看 这首次亮相的车到底能是个啥 不是这个车吧 这个我也没见过 这是我开了的通风风行雷霆 不过这确实也是前两天刚上市的 这外观确实有点急甲分的意思 空间也是同级领先的 后排都全平放倒 快点快点快点 一会儿这板车是不是要卸车了呢 我告诉你 我刚才听说这车不是什么米活马 它是绒 最关键它是一个全身紫色碳纤维 全车身 紫色碳纤维 没见过这种颜色 所以说是首次亮相嘛 不过这段天马龙这么贵 只能坐两个人 性价比也太低了 哎呦 跑车你还要抬上性价比 你要性价比 你可以看看我开这个车 债个价位的纯电SUV普及者 和同级油车一样钱 不过电车在北方冬天续航不行啊 哎呦 你看这就片面了吧 就比如我的车 它有华为热泡2.0管理系统 能让车辆在低温环境下续航提升16% 无惧寒动 在北方也能无忧住行 这么厉害啊 而且它用的是柴甲电池 高安全四维黄复 安全性很不错的 但是给你谢谢人知道了呗 来来 我看见我看见 紫色的紫色的 是这个吧 给它等着呢 我的妈呀 走 我靠 这也太帅了吧 兄弟们 太夸张了吧 你看这个阳光一打这个紫色 是吧 你看卸车的是吧 来 我们把车卸下来呗 哎呦 这钥匙这 我这钥匙也是紫色 这是一台纯紫色碳纤维的布加迪威龙 这是一台有老的威龙 去原厂定制的马萨尔全套碳纤维套件的 而且是紫碳的布加迪威龙 你看紫碳纹理太夸张了 看这阳光一打的一样 太帅了 这车 我记得国内之前有一位老板 有一台蓝碳的 那台这个也特别特别帅 这个是第二台马萨尔全套 难怪说是首次亮相的 哇 这紫色 看见没 太帅了 这是一工艺品 兄弟 这真是一工艺品 这个电一下一下 这还得电呢 哦 这不电下不来是吧 太低了 这玩意卸车一般得多久啊 师傅 这个玩意半小时 半小时 我难怪让我来卸车呢 还在跟他坑我呢 咱还是开车回去 这多舒服 那玩谁愿意卸谁愿意卸的 半小时 这玩意卸车呢 这玩意卸转的